接著請王玉銘委員諮詢,尋答時間為30分鐘 好,謝謝主席,主席我們是不是有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蘇院長好 好,王會員 蘇院長,最近你的一個人事案引發社會非常重大的爭議 就是中選會的主委,您提名了李靖勇先生 他是雲林縣縣長選輸了之後,您現在提名他 這個是史無前例 從我們整個中選會的主委把志化、專任化之後 沒有再提名過有黨籍的這樣的中選會主委 請問這個提名人事案是你提名的嗎? 對 那為什麼你會違反過去這樣子的一個慣例 大家都希望中選會主委是中立化、無黨籍化 因為他必須操染客觀,這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你為什麼執意要選一個是民進黨黨籍 而且是中貞黨員來執行這個任務 因為看了去年11月24號的選舉 讓選民排隊兩三小時後 我深深感覺,與其無黨籍、無經驗 不如有經驗,縱算有黨籍也沒關係 所以蘇院長,你是覺得台灣現在沒有無黨籍、有經驗的專業人士 逐刊來擔任這個中選會的主委嗎? 只有民進黨的人才有資格來做這個位置嗎? 你有去廣征人才嗎?請問你有做這個動作嗎? 進一步,依貴院通過的中選會組織法規定 不但沒有說要無黨籍,甚至還特別強調黨籍 這種事情已經不需要大家說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最高原則 已經不需要白紙、黑字寫進去的 院長,你現在是要爭說要白紙、黑字寫進去的你才依循 每一個政務官都應該知道你從政有一個最高的標準跟原則 而這樣的原則,有時候是不需要白紙、黑字的 要不然為什麼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做得到? 現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你上一任的陳英前 你們還秉持這樣的原則 到您就任之後,你這個原則就完全拋棄了 我時間有限了,我只要問院長 這樣的一個人事提名案,你要執意送進立法院審議 還是您會退回? 我不會退回,要請軍院同意 但可見,軍院通過的主持法裡面 不但有黨籍,而且還表明 黨籍不超過張宗主義,然後執行主義主委的話 那我只能預告,目前你的民調的低不是最低,只會更低 請您注意,您這樣子的一個比較是政治動作的提名人選 不會得到全國民眾的一個青睞 到目前為止,整個社論跟民意所做出來的評論 我希望這個蘇貞昌院長,您四個十幾年回來擔任這個院長 您應該要重新揭毀地氣喔 我們來看一下最近做的這個民調 您的民調其實還不如賴清德院長 同樣是一個月之後 當時的賴清德院長還有高達五十八的支持度 但是您上任之後雖然標榜衝衝衝 但是沒有衝出成績喔 到目前為止,民眾對您的不滿意度非常高 將近五成 蔡英文總統曾經說,蘇院長您在大選的時候輸過 所以您知道輸在哪裡,您知道民意在哪裡 如果從這樣一個中選會的人事任命案 本席非常懷疑,蘇院長您真的知道你輸在哪裡嗎 我非常尊重民意的決定 那現在的民意已經告訴蘇院長 中選會這一個人事提名案 對您的聲望還會再重挫,您的民意度可能會因為這個人事案而下挫 您還要執意這樣子做嗎 我一輩子選舉歷經很多次失敗 我覺得勝利並非終點,失敗也非末日 有些時候我覺得民意決定我完全尊重 而提名中選會主委,我秉持剛才講的是第一點 蘇院長這個可能不用再重複,我時間真的有限了 就是您持續要提名李靖勇先生擔任中選會主委就是 這個我想之後您要接受民意非常嚴格的考驗 接下來我要跟你討論的就是能源政策 在這個公投法通過之後,在這個整個能源政策裡面 我認為蘇內蓋還是不知道民意在哪裡 大家看一下這個票數 當時你在新北市你得到的票數是87萬 但是光是新北市市民贊成廢除2025非核家園的人 就高達100萬 這樣的民意是高過你自己得票數的 更不要論全國的得票數是將近六百萬 五百八十九萬的 這樣的一個民意是贊成要廢除2025非核家園 但是我剛剛聽到您在答覆民進黨委員的答覆時 你說您始終都是反對核電廠的 還提到您當時擔任屏東縣長您的整個過程 那我就直接請教蘇院長好了 如果你這麼的徹底的反對核電廠 現在您擔任行政院院長 您不如把核二廠核三廠提前出役 早一點完成您非核的夢想不是很好嗎 我是務實的人我也不會提前因為他的期限 你不是說核三廠從一開始蓋你就反對了嗎 那現在你有權力在你手上啊 就提早終止這件事情吧不是很好嗎 不會因為能源政策也不是自己想到怎樣 就馬上怎樣不是 你不是說這是民進黨自始至終都反對核能嗎 不錯 是啊那既然現在整個中央執政權在你手上 你可以提前讓他出役啊 這是你的行政權啊 不會我會一步一步努力建立揮核家園 當然也會一步一步讓替代能源能夠早日上路 那這樣子的講法又很務實啦 那所以如果你又回到務實 本席非常樂見你回到務實的路線來 因為民意已經告訴你為什麼這個公投案有高達六百萬 其實是贊成就是要廢除 2025非核家園的這個條文 因為民眾也看出來了 蔡政府一再宣稱的 2025就可以達到非核家園的目標 辦不到就是辦不到 而今天你還對朱市長說要重啟核四這件事情 大肆地加以批評 這個蘇院長容我提醒你 這個朱市長他是看到了最新的民意 所以他做出了修正 我覺得所有政治人物都很務實 就像你剛剛自己提到的 不會你現在會很務實的看待核能 要等到能源可以接軌之後 所以才可以再去處理 今天朱市長的談話也特別提到 是能源有缺乏的時候他贊成要重啟核四 而且是在安全的前提 我不曉得這樣子的一個談論 為什麼需要高到蘇院長還有總統府 都出來大肆的批評 說他前後的反覆 如果要說前後的反覆 我們不是真的應該要尊重最新的民意嗎 大家回想 福島核災發生的時候 全國的民意的確都是反對的 但是現在的公投案的通過 代表民眾經過幾年比較冷靜的看待之後 包括空汙問題這麼的嚴重 大家認為應該回到一個比較務實的主張來看待 連賴清德院長 他自己要卸任的時候都說 如果要減少空汙為前提的話 他認為核電是最好的選項 我覺得這個就是從我們現在所發生的問題當中 必須要很務實的去修正過去的一些主張跟路線跟看法 這個不叫做變來變去 所以本席非常反對你剛剛那一番的談論 說國民黨向來就是變變變 不是如此的 我覺得 既然我們現在有公投法 尊重公投的最新民意 這應該是每一個政治人物該服音的最高價值 這不是也是民進黨過去的主張嗎 讓人民做主 人民都告訴你的事情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的蔡政府 是想要跟民意再來作對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 因為從最近的蘇院長你們的談話裡面 名為這個公投已經廢止了電業法 但是你們說2025非核家園的目標不變 何能排除在你所有的選項裡面 請問你這是不是公然跟民意作對 公投會電業法我們做了 您真的是這麼潛諜式的解讀這個公投案的意義嗎 提出這項公投的人告訴大家就是說 要以和養律啊 沒有這四個字 沒有這四個字 裝稅的人永遠都叫不醒 這個就是我看到現在的蘇內閣喔 沒有這四個字然後就不去解讀民意喔 我真的覺得我不知道蔡政府的反省檢討 要到什麼樣的程度喔 接下來我要讓這個蘇院長看一下 我真的很想請教你 您是徹頭徹尾的反核 還是你只是擔心核廢料的問題 沒有地方可以去 到目前為止你的能源政策檢討出來 核能不在你的選項 不研議也不重啟核四 請問你是不是 徹頭徹尾的反核的運動工作者 我不是個運動工作者 我是一個務實的首長 在地方的時候我也是這樣主張 那也看得多 你有沒有科學根據 有喔 有喔 不但科學根據 還有實際經驗 那院長我可不可以請教你喔 你這樣一個主張有沒有符合國際的趨勢跟潮流 這個我會 你既然跪為行政院院長 你現在的高度不一樣了 我麻煩你看看臨近國家的做法 請問發生最大核災的日本 有沒有完全把核能的選項刪除 請問我們現在最想擁抱的美國 他們使不使用核能 英國這麼偉大先進的國家 最近你最喜歡講的邱基爾首相 他們有沒有使用核能 南韓這麼快速進步的國家 有沒有使用核能 你不喜歡的中國大陸 他們有沒有使用核能 通通都在用 所以反核到底是不是只是一種意識形態 如果你說你是一個務實的工作者 我發現很多意識形態在你的框架上 說不出個道理來啊 這麼多的先進國家 為什麼還是沒有辦法 摒棄掉核能這個選項 而你講得信誓旦旦非常有把握 我們2025不缺電 而且完全不需要核能 台灣到底進步在哪裡 我們擁有什麼獨特的天然資源 讓我們可以做到這一步 這一點到現在我認為 蔡政府是一點反省能力都沒有 只要自己的意識形態 緊緊擁抱反核的神主牌 就這樣一路開下去 這樣子真的是跟民意公然作對啊 院長 委員 你剛才舉的那幾個國家 小的是台灣的十倍大 大的是台灣的百倍大 就以你舉的福島核齋 福島周邊人口才多少 今天核一 核二 核四周邊 是近千萬人口 所以我們要安全的核能啊 沒錯啊 我們要追求安全的核能啊 因為同樣福島核災當中 他近他的有另外一個地方 他其實沒有發生核災啊 因為兩個公司不一樣 他們的標準不一樣 所以追求一個安全的核能 這是大家共同的目標 日本不追求安全核能嗎 當然啊 所以他還持續使用核能啊 他不會因為發生一個事故之後 完全把核能選項晾在一邊 完全刪除 並沒有 我也知道日本 曾經在福島核災事件之後 當時我還去過 他們有一波的反核運動 但是漸漸平息下來 為什麼 因為必須你剛講的務實 很務實的看待 當日本當時大量去購買天然氣的時候 他整個國家都受不了 電費會漲 大家都受不了了 所以我們追求能源政策 我真的奉勸這個蘇院長 回到務實科學的角度來探討 而有三個原則非常重要 你就是要穩定供電 減少空污 平穩電價 在這三個前提底下 我認為我們現在台灣 沒有把核能排除的空間 特別是空污的問題 別忘了在公投裡面 空污是現在台灣民眾最擔心最焦慮的 所以每一個跟空污議題有關的都通過了 包括火力要降載一趴 結果你們現在提出來是什麼樣的措施 是一個暫時性的措施 說只要兩年公投的這個期限過了之後 反正就解除了這個緊呼咒 火力繼續全開 可以敷衍式的應付民意嗎 如果要這樣子敷衍 我認為民進黨不只2020得不到執政權 未來也很難重返執政 因為公然跟民意做對的這樣的執政黨 下場其實都會很慘 接下來我問你兩個具體的問題 第一個 3月10號有民間團體 他要召開民間的能源會議 請問我們行政院 我們經濟部會派員去參加嗎 他們的會議結論 請問行政院跟經濟部會參財嗎 委員我不曉得你說3月10號是哪一種會議 民間團體召開的能源會議 我了解看看 如果相關能源會議其實 部長應該知道吧 媒體報的這麼大你不知道嗎 他媒體上也看到 你們要不要派員參加 他的會議結論要不要參考 請我們的同仁去瞭解 瞭解是要參加還是不參加 要不要派員出席 然後要不要針對他的會議結論 拿回來作為你們政策的參考 這個我們都會去了解 瞭解是要或不要 去了解當然就會派人去了解 會派人去了解 好我希望你們可以派員去出席 民間的聲音還是要聽 第二個 核能學會已經正式行文給行政院 他說這個院長一直擔心核廢料的問題 無處去所以你不敢支持這個核能 那請問這個核廢料處理 他說他們有辦法可以來解決 那你們願不願意跟他們有一個公開的直播的一個會議 大家就來便一便嗎 可以嗎 我不曉得這是誰 他已經行文了 如果他有其實連開會都不必告訴我一個地點 可以運核廢料去就非常好 就是透過一個會議公開的對談 這個蘇院長你們敢不敢接受贊帖 經濟部敢不敢接受贊帖 不必 就他告訴我一個地點 哪個地方願意收核廢料 他們會告訴你啊 就是要這個會議他才告訴你 這個方法到底該如何解啊 他們公開都已經在媒體上投書了 看起來行政院是不敢接下這個贊帖了 也不是我也沒有跟他贊 所以也沒有什麼贊帖 那就開會議嘛 也不要讚嘛 對談可以嗎 也不必會 也不必議 他只能告訴我一個地點 哪個地方可以收核廢料 就可以了 這個蘇院長 你都忘記蔡總統 尊尊告誡大家的 蔡政府是一個最會溝通的政府 所以呢 最會溝通的政府 當民間提出這樣子的一個 他是很好意啊 因為是你們說你們不知道怎麼解 他說他有方法可解 那照道理來講 你們應該有個善意的回應啊 人家都正式行文了 你們應該是要跟 邀請對方坐下來 聽聽看嘛 聽聽看無妨啊 為什麼連聽聽看 這個都做不到呢 不會 我們現在這個 陳其邁副院長也是很接地氣啊 要不然你委派 我們這個陳其邁副院長 來做這件事啊 他現在其實廣受人民的歡迎 因為他很知道人民在想什麼 可以嗎 會 我不曉得他有什麼地點 我現在就 他已經正式行文了 這些核未料的地點 很需要 你有沒有接到這個公文 下面的人有沒有呈給你看 還是現在是在哪一個部會 還是你們根本把它當 不當一回事 就把它晾在旁邊了 這個公文已經沒有下文了 我曾經召開過能源會議上次 經濟部長 我在講公文這件事情 前後十一個小時 請針對問題回答 這個公文現在到哪裡去 部長你有接到這個公文嗎 有轉給你嗎 沒有 就吃案了 就消失了 那這個後續我們還要再追蹤一下 這是民間團體正式行文 行政院是這麼草率的處理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接受 那最後呢 本席要提到 之前你們整個能源檢討的報告 本席看了是非常的失望 其實很多民眾也很失望 因為你們的檢討報告 是自己關起門來 然後緊緊抱著反核的神主牌 然後就說核能不可取 我們全力發展綠能 全力發展很好 本席都支持 到目前為止你的全力發展 發展到什麼樣的階段 2017年再生能源的發電總發電量 4.9% 到2025可以到20%嗎 2018年你增加了87萬千瓦的太陽光電 你今年要追加5倍的速度才可以達到 李彥峰電 你要追加的速度是6.5倍 更何況你們的李彥峰電 就是在廠商的壓力底下 一再的讓步 你要讓整個全民去買單 未來的電價還是會漲 這樣子的一個數據攤開來 蘇院長 今天你說 朱立倫市長是在說大話 我認為 今天是我們的蘇內閣在說大話 這個綠能的建制速度 它就是有困難 連國外的媒體都告訴蔡政府了 但是 一意孤行的後果 我覺得 2020民眾 恐怕還要再次做出選擇 恐怕是換政府比較快了 如果現在政府講不聽 就是直接換掉最好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有關於兩岸的部分 兩岸的部分 院長你最近講得慷慨激昂 哇這個 兩岸開戰 站街道站山上 連一支掃帚 你都會跟對方拼到最後一刻 勇氣可嘉 但是人民買不買單 你這樣子的一個談話 如果是在一般的立法委員 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但是院長容我提醒你 你現在是行政院院長 最近地方首長盧秀院市長 他也公開說 他遇到了一些現役的軍人的爸媽 很擔心 他說連總統都在講戰爭的事情 我們的蘇院長 也在講戰爭的事情 請問兩岸 現在他們正在當兵的兒子 他們很擔心啊 是要開戰了嗎 這樣的一個氛圍 我覺得沒有安人心 院長 你有沒有考慮到說 現在正在服兵役的這些家長的心情 一天到晚把這樣的事情掛在嘴邊 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另外一個 我請院長看一下這個數據 這個是美國杜克大學2017年所做的 就是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話 大家的態度如何 要積極奮勇抵抗的只有10% 可能只有10%的人 會拿著哨帖 站到最後一刻 其他人根本不願意 這就是民意 民意要告訴現在的執政者是 大家要和平 不要戰爭 我覺得這個是任何執政者 該有的思維啊 我不曉得院長你有沒有讀過孫子兵法 你有研究過嗎 那王委員是要投降嗎 不是 孫子兵法告訴大家 就是上兵罰謀 但是我現在看到的 蔡政府喔 在兩岸的政策主張裡面沒有上策 只有下策 一談都提到一定是罰兵一定是工程 這樣的主張 這是下策 你知道嗎 所以過去馬政府執政這8年 用很多的力氣在穩定兩岸的關係 因為他深知人民要的是和平不是戰爭 雖然中國大陸的壓力始終存在 但是你可以有很多的選擇 不是院長你口中所說的 今天跟中國大陸 我們用一個比較和平穩定的交流 好像就是投降 你這個等號畫得太快了 你看看美國 這麼大的國家 最近中美貿易大戰 到最後他們是透過什麼 談判協商 川普總統不惜 原來的大陷道了 他在演 為什麼 因為不要大家互相廝殺到最後一刻 因為是兩敗俱傷嘛 這叫做智慧啊 蘇院長 以你這樣的一個政治歷練到現在 我認為你的智慧應該很高才對 而不是發言 一發言一開口 好像就是來啊來賤啊 誰怕誰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談話 好像對於現在的年輕朋友來講 也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年輕朋友不想要戰爭耶 我發現這個蘇院長 你最近很用力去做一些的這個網路的直播 不是就是要跟年輕人更接近嗎 那你真的瞭解年輕人的想法嗎 要開戰嗎 網路直播連國中生都知道 我這是在展示保衛台灣保護家園的決心 只有很奇怪跟中國唱和或者刻意曲解的人 才會把他說是要拿掃把去打戰 而我這個話還不是我講 是二次大戰的時候人家英國人民講的 所以我很奇怪 今天說要保衛家園的人 你還是會持續這樣的言論 要保衛家園的決心的人 還被說是要戰爭 可是卻不去批評說要武力對付台灣的中國 我很奇怪 我們的國會議員 大陸如果要武力對付台灣的話 我想每一個人都會反對 但是兩岸的關係現在是這樣的關係嗎 是吧 我跟亞裔的是蘇院長 你常常會把它比喻到這個兩蔣時代 更早之前的兩岸關係 所以顯然你沒有務實的看到 現在兩岸已經到了什麼樣的階段了 每一年有多少的路客來台灣 而我們的農產品 第一名的出口的對象 是中國大陸耶 我們的經貿往來有高達四層 我們的對象也是中國大陸耶 所以你一昧的只想抗中的這樣的基調底下 我們還要做生意嗎 兩岸還要往來嗎 如果剛剛你那個調子再拉高的話 那就是不要往來好了 不是嗎 不是 我要往來 但我更要保護家園 對 要往來也要保護家園 所以你的兩岸路線 就不會是走抗中的路線嘛 抗中你怎麼跟人家繼續做生意呢 我從沒有用抗中兩個字 我都是保護家園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就來看一下 有沒有抗中 來看一下你的修法要怎麼修 最近這個陳平通主委自己已經自動上來了 在我們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跟國家機密保護法 這兩個法都要修得更嚴格 這是保台還是為了抗中 我先問第一個直接的問題 這個陳平通主委 你對外一再說 沒有要做身份的管制 請問國家機密保護法 你現在的管制年限要延長到六年 這兩個法案一加起來 請問你的身份管制是維持三年 還是會延長到六年 跟委員報告我兩岸條例就是三年 那我問你啊 兩個法案加起來 國家機密保護法呢 國家機密保護法 他的立法一定有他特殊的目的 一定是特殊的人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武敦義主席 他也貴為副總統 如果520之後 他要率團訪問大陸的話 要不要跟政府報備 不用 不用 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也不用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我這邊不用 那國家機密保護法呢 他一定有特別去認定才算是 所以副總統也不算 也不會 他的管制期如果是三年 這個問題到底是您可以回答 還是是誰可以回答 我從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回答 就是他管制期結束以後 他就不受管制了 就不受管制嘛 即使國家機密保護法 他現在有一個另外再延長六年的 也不受管制嘛 那那個也要等他立法通過再說啊 對啊 那我問你啊 這個如果立法通過 會不會管制 我是兩岸條例的主管機關 我承兩岸條例來回答 那請問院長 國家機密保護法 這誰是主管機關 他要不要受到管制 你有沒有理解 剛才你講那三年齁 這個行為管制 我認為 我先講身份管制 我先講身份管制 我們現在對一個 那個不改 身份管制 到底是三年還是六年 這個國家機密保護法 機密保護法 有各種等級 對 請問如果是副總統520之後 他要率團 以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 訪問大陸 這是他 誰 要不要管他 會不會管 這個是身份的問題 不是在這個 國家機密保護法 裡面所規範的 沒有規範嘛 對不對 你會看他是做什麼事情 所以身份不管制囉 確定 身份是照原來的規定 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就是都是三年嗎 好 那接下來我要問的就是 那你的內容要管制對不對 就是不能參加政治活動 什麼叫做政治活動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你講的範圍太廣了 有愛國家尊嚴的活動 有愛國家尊嚴 去參加人家領導人 中共領導人主持的那種慶典 不能唱國歌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那個行為不當嘛 對 不能唱國歌這個大家都贊成 國內也不會有人反對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什麼 譬如說 如果他到中山嶺去 跟國父的這個領起線 那都沒有問題啊 我也去過啊 那如果跟對岸的領導人見面呢 國台辦官員 如果對岸的領導人見面 如果你說是一個 政黨交流或是什麼之類的 政黨交流沒有規範 不會啊 也不會嘛 不能做一些有愛國家尊嚴的事情 比如說 除了唱國歌 如果你在那邊去彰顯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家尊嚴很好啊 對 你說有愛國家尊嚴 我們法律有規定不能做出有愛國家尊嚴的行為 如果你這一面去彰顯中華民國的存在 非常好啊 非常好 所以陸委會主委可不可以把它名列出來 因為你一法要罰五百萬啊 你講得越清楚越好啊 我相信國人也不希望去 發生什麼有愛國家尊嚴的事情 不希望 但是你這個法如果是一個模糊的 你沒有辦法定義很清楚 如果說那個定義是模糊的 你知道現在最重是要罰五百萬 去一趟大陸回來不小心踩到紅線五百萬 這個對人民來講 恐怕也有違比例原則啊 是不是 好 那既然這個陳明通主委你上來了 我剛剛有請教蘇院長的 我們現在跟大陸的互動往來這麼的多 陸客帶來的觀光產值是高達1133億 我們出口到中國大陸的是高達23% 我們農產品賣出去賣第一名 然後我們出口比重 年年都是第一名 都是佔到四成 你貨還要繼續出去嗎 希望陸客繼續進來嗎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 所以陳明通主委 你主張兩岸是要積極和平的交流 還是要走抗中路線 我從來沒有抗中 是北京對台政策跟委員報告 元月二號講的 一國兩制台灣方法 那個我們也都不接受啊 大家都不接受啊 不接受 當然我們不接受 所以我們必須建立一個防衛系統 人家已經瀕臨城下了 我們不能毫無感覺 那你如果主張跟他交流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呢 怎麼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